半夜我正在房车里看恐怖片 正当我特别紧张的时候 车里的灯突然灭了 第一反应就是叫狗子过来陪我 但是它根本不理我 编幕果然是最不靠谱的品种 电影还在继续 我实在是坐不住了 只能起来检查一下 果然又把电用完了 硬着头皮走到驾驶舱把车子打着 这样就能充电了 再把灯打开 感觉整个世界都明亮了 刚充电没几分钟 我就听见车头的方向传来一阵异响 赶紧跑过去检查一下 看了一会儿好像是发动机舱传来的声音 这声音实在让人不安 我只能选择关闭发动机 熄火之后又看了一下电量 只冲进去1% 纠结了半天 还是决定把车开走 去找一个充电站 先把驻舌之腿收起来 在导航上找了个充电站 离我这里大概5公里 刚看完恐怖片 半夜在这么黑的地方 开车还是很吓人的 15分钟后我就到达了充电站 现在我看哪里都觉得渗得慌 取出充电枪 再把房车连接上 出上电之后赶紧回车里 把隐私帘都拉好 门窗都反锁起来 这时候终于觉得有点安全感了 受了一晚上惊吓 先去卫生间洗个澡压压经 洗完澡出来 总觉得心里缺点啥 强迫症害死人 还是把刚才的电影看完吧